旺益比财竟在运通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7月1號 星期一的一個盤中解盤節目 我是陳惠博 台幣股市今天開高 目前為止大漲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的走勢 現在台幣股市10899點 上漲168點還不錯168 成交量預估量的話 是1739億 好 現在10900點了 大家的心情有沒有很好 其實這個禮拜六 尤其是在假日的時候 微博非常關注 在日本大阪舉行這個G20 G20的一個高峰會議 因為我知道它會影響到股市的表現 如果在G20的會議過程當中 尤其是美國總統跟中國的領導人 兩國元首見面的狀況下 沒有產生什麼樣的一個比較不好的一個利空消息 對於這個股市來講絕對是一個激勵 所以我相信大家看了新聞應該都知道 在談判或者是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那個氣氛是相當平和的 是大家都是好像坐下來好好談 整個在美中貿易的問題 似乎有解 對不對 所以在市場上面的解讀 對於整個股市也好 各位 台北股市今天大漲 不是只有台北股市大漲 包括目前美股的盤後電子盤也是大漲 包括香港股市 包括大陸股市 包括韓國股市 全球股市都因為受到這個激勵的一個影響 所以出現了大漲 好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一個一個來跟各位做分析 很多人是今天才開始跳進去買股票 也就是他要等到一個訊息出來 今天行情已經從10,227點 漲到目前為止10,900點了 好 很多人今天開始 跳進去買股票 好 今天的預估量有1,736億 也就是以成交量來看的話 幾乎是近期的一個大量 除了這邊以外 除了這邊以外 好 各位 我們先給各位看 我今天發給我們會員的訊息 這是7月1號 由於G20 美中的一個談判過程當中 它並沒有惡化 台股開高大漲 當美中貿易回到談判的原點 操作上就以技術面為主了 這一波 我們早在5月底的時候就布局 那現在就是持股續報 為什麼 因為現在都是賺錢中 目前微博帶會員所做的股票 全部賺錢 今天還大漲 今天還大漲 對我們來講 對我們來講是等待 賣出的通知訊息 好 其實我知道 大家都是在等 這樣的一個訊息面的一個消息面 能不能出現比較好的一個狀況 如果出現好的一個狀況 我要開始再做布局 但是我覺得 其實重點並不是在那邊 其實各位你可以發現到 我們這一通訊息最主要的 不是我們賺多少圈 而是這一波的操作 我們早在5月底 來 各位今天是幾月幾號 今天是7月1號了 5月底是什麼時候 5月底是這個時候 5月底是這個時候 也就是我們早在5月底就開始操作了 我們早5月底就布局了 所以現在對我們而言 他只是此股續報而已 對我們而言只是此股續報而已 好 我想這個行情今天大漲 沒有什麼好去講的 等一下我們再回到 股票的技術面 我請問各位 美中貿易在目前的狀況下 好像感覺上是以好的方式去發展 對不對 但是我如果來解讀的狀況下的話 我認為叫做回到原點 回到原點 我們剛才這份訊息也有跟各位講 我們再給各位看一次 目前為止 我認為在美中貿易的部分的話 它是回到談判原點 什麼叫做回到談判原點 來 各位 還記得在5月初嗎 5月初的時候 5月6號那一天 美國總統川普在推特上面發了推文 說因為他認為 中國單方面毀壞談判的一個結果 所以當天他在那個晚上 他就在推特上面發了一個文 發什麼文 他說我們要針對 美國2000億的商品加徵關稅 到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25 所以從那一天開始 行情就開始往下跌 對不對 好 這個禮拜六 這個禮拜六 因為習近平他出席G20的一個會議 所以今天的一個股市上漲 好 但是我認為 如果就美中貿易的問題的話 他是回到了這個時候的談判的原點 回到這個時候的談判原點 所以當然現在要以技術面為主 我們從這一則新聞上面來看 這是新聞出來 為什麼造成今天大漲的主要原因 好 但是你要看懂新聞的內容 你要看懂目前的一個狀況 好 也就是說 美中貿易它是重啟談判 暫不爭新關稅 來 各位 它是新關稅 這部分有什麼樣的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 也就是後續 我相信大家看到今天大漲的時候 開始去追股票 我並不是說不可以買 等一下微博會跟各位講 有哪一些股票是具有機會的 但是你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這個行情它已經從10227點 漲到現在10900點了 好 現在它是回到了原點 回到談判原點 我請問各位 2000億科增25%的關稅 有沒有取消 事實上在這一次G20 兩國元首會面的過程當中 他是說 好 我們現在回到原本5月份之前 我們要開始再談判 其實今年為什麼 從1月份到5月份 會漲了這一大段的多頭 就是因為那時候 就是美中貿易在談判對不對 其實美國財政部長也講了 我們談判已經大概90%了 剩下10%還沒有 所以其實現階段 是回到了那個狀況而已 2000億的商品科增25% 他並沒有取消關稅 只是後面還有3250億 原本要科增10%關稅的這些商品 他說我們目前暫時不增新關稅 好 對兩方雙雙來講 他叫做各自表述 因為這被裁掉了 我們看一下簡單的內容 他說川習會過後 美方也決議將暫停對剩餘的 剩餘就是多少 3250億的蘇美商品 科增新一輪關稅 美中貿易團隊將針對具體問題 事項進一步討論 談判以重回軌道 來 各位 叫重回軌道 其實這個我們如果真的要講政治面的部分 其實我整個節目是講不完的 為什麼 因為上個禮拜我們還在講 在整個一個狀況 經濟的一個壓力太沉重 微博是不是有跟各位講 我說其實川普跟習近平 他們都想回到談判的一個內容 都想解決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主要問題是 對於經濟壓力太沉重 這個經濟壓力 對於川普來講是總統選舉 對於習近平來講是中國國內 他的一個經濟下修的一個狀況 所以其實他們都想 他們都想 但是這個都想必須要怎麼樣 習近平他開出一個條件 上個禮拜的時候我們還講說 習近平他開出了條件 他說先決條件是 解除華為禁令跟所有中國關稅 他其實 其實我這樣說好了 其實我認為美中兩國的貿易 雙方都有讓步 真的都有讓步 包括美國部分 為什麼要讓步 因為美國總統他接下來 要忙他的選舉的問題 他其實是希望說 好 我們繼續下來談 但對中國的問題上怎樣 他其實現在 他原本是很硬的 他說要解除華為禁令 跟所有中國關稅 各位 是所有的 不是只有新關稅 不僅是3250億 連之前的2000億 他都必須要解除 好 華為禁令解除沒有 華為禁令這部分在川普的講法 是說我們有所保留 只要你針對於法令上 在國家安全這部分問題的話 沒有涉及到國家安全這部分的 一個部分 我們是解除的 他那個包括像美國 針對於華為的商品 還是可以去賣的 所以某些程度他是解除 他並沒有完全解除 所有關稅也沒有完全解除 所以習近平部分他也讓步了 好 所以在這個讓步部分 他進入了和談的一個狀況裡面 對於整個股市來講 當然是有幫助的 但是各位 整個行情什麼時候 微博就出現了大盤向上 是在5月31號的時候 就出現大盤向上 所以其實我認為在美中貿易的話 這個是一個好的狀況 也就是說至少重回談判的狀況 那重回談判的狀況 雖然未來 各位不要忘記 川普他是一個狂人 他有可能今天跟各位講說 我們重回談判 他會不會明天又跟各位講 很抱歉 我們現在又要開始 開始加徵關稅了 有可能 所以對於整個行情的一個看法 微博還是給各位這樣的建議 就我們這邊所講的 因為目前並沒有惡化 但是並沒有說 他完全的解除中美的問題 他貿易目前是回到了談判原點 所以現階段是怎樣 現階段操作上 你就要以技術面為主 好 既然以技術面為主 我想請問大家一個問題 今天的行情直接要持續上漲 到目前為止到了10905點了 上漲174點 之前微博有跟各位講過 我們對於這個行情的規劃來講 是一個A波下跌 B波上漲 C波的下跌 也就是我們認為目前為止 現階段是屬於B波的上漲 對不對 好 一旦這個行情結束 還會有一個C波下跌 但是有沒有可能 我這個判斷是錯誤的 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給各位另外一套劇本 這是到今天7月1號 有沒有可能這邊是一個 第一波的一個主身段 這邊是第二波的下跌 然後目前進行叫第三波主身段 這叫出身 這叫第二波的拉回 第三波的一個主身段 如果這一波是真的主身段 也就是我們的看法 這一個是錯誤的 這是錯誤的 代表這個1097他會過 好 那你問微博 現在傾向是哪一個 你現在問我傾向是屬於哪一個 來 各位 我傾向於這一個 我傾向於這一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邊有一個低量 這邊有一個低量 沒有交代新低量的新低價 也就是低量 他要不要交代新低價 如果要交代新低價的話 這個低價會破 如果這個低價會破 他就有可能還是走這個格局 所以現階段來講的話 我對於行情目前的看法 也就是說整個行情的走勢 他還是延續這一波的上漲 但是漲到這個位置點位 這邊有出現一個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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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可能這一個跳空缺口 是突破缺口 這一個缺口是中繼缺口 然後這個缺口是潔淨缺口 如果是這樣的話 漲到目前位置點位 有沒有可能來到這邊 相對的高點位置 就會開始產生壓力 這就是各位要去觀察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現階段要買股票 我們不曉得劇本是這一套 還是這一套 總之目前都是屬於這一段的上漲 就算是B波也是這段上漲 如果它是B波 會有結束的一天 如果它是第三波 當然這一波會過 對不對 但是不管是哪一波 現階段都是上漲 所以現階段我們做法是怎樣 就跟我們之前所講的 我們目前為止 因為我們的操作 原本這一波就是做多 所以我們早在5月底的時候 就做佈局 現在就是持股虛報 如果你現階段 要開始進場買股票 我微博跟各位講 你必須要選擇起漲的股票 什麼叫做選擇起漲股票 我大概給各位看一下 來 大概是類似像這樣子的 這是7月1號今天 微博給各位印下來的 也就是如果你現在才要 開始去進場做佈局 那你所要選擇的股票 你就應該類似像這樣的狀況 第一個是成交量說沒有爆成交量 第二個他沒有漲的很多 他剛做突破 各位懂我意思嗎 比如說像這個 好 我再舉個例子給各位看 像這個 他的走勢已經拉回了一段 但是他一直守在整理了一個 上升趨勢線的上方 然後再來成交量沒有做放大 他有可能做有效突破 來 各位 你懂我意思嗎 也就是說其實因為目前在消息面 美中的貿易 他們開始回到原點開始做談判 所以就技術面而言 你就要回到技術面做操作 但是你不要忽略到這一波 已經從10,227點 漲到10,900點 他其實已經漲很多了 所以不管他現在是B波 還是主身 這個一波的第三波的主身段 這個地方到底會不會過 以目前現階段的位置 都不適合在這地方 你去做追高的動作 所以你現在所買的 就像微博測標所講的 你應該選起漲的股票 這類似股票有沒有 有 就像我跟各位做舉例的 這個都是今天印下來 7月1號 現在位置點在這邊 7月1號現在位置點在這邊 這樣的操作 各位你們才可以 真正的一個避開風險 我想我們把它提供給各位 是讓各位有一個 另外的一個思考 而不是說 每一次看到漲的時候 我再去做追價的動作 其實如果長期這樣的話 你在股市裡面 你是不會賺錢的 我想我們等一下 先休息一下 針對股票的部分 我們再做更詳細的 一個分析跟說明 避震了 怎麼辦 一 好想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 請上台灣抗震網 運達總部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必個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總部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必個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總部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必個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寶貝 妳要乖乖喔 今天陪媽媽一起去打流感疫苗 02-8773-8859 你知道嗎 為了讓您能夠健健康康地長大 02-8773-8859 媽媽什麼都願意 02-8773-8859 等你長大 02-8773-8859 媽媽也會定期帶你來打疫苗 02-8773-8859 媽媽老了 你會不會陪我來打疫苗呢 02-8773-8859 lebih b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來看一下現階段的台股 上漲了178點 來到搖入10900 semble 整個行情還是延續一個 大盤向上的一個多方的一個走勢 但是各位在每一次大漲的過程當中 你不要股市下跌 然後你的心情受影響 股市上漲 你的心情還是受影響 股票操作要保持一個平常心 對於行情判斷要有一個理智 跟客觀的一個判斷 而不是說大漲的時候 我很開心的去追股票 跌的時候我又很難過把股票殺出去 那個都不需要 你放平常心去操作 現階段的台北股市 它就是沿著一個上升軌道 就是一個上升軌道 不管那個美中貿易的問題 現在美中貿易問題 又回到原本的談判的一個內容對不對 所以操作上就回到技術面 就回到技術面就好了 技術面來講的話 它是沿著這樣的一個上升軌道 只要來到上升軌道的下緣 它會有支撐 來到上緣它會有壓力 所以一樣現在漲上來對不對 當漲上來過程當中 過了1萬900點以上的過程當中 之後會開始來到上緣 所以就指數而言 各位不要認為說 現在又回到了美中貿易 好像要和談的一個狀況 各位 現在只是說回到原點 並沒有跟各位講說 我2000億的關稅不苛徵了 沒有 現在回到談判原點就是說 看川普提出來的內容 那中國你接不接受 所以來到這邊一樣會壓力 會有壓力 我還是跟各位講 這個不是只有在大盤的部分 包括OTC 這是貴買指數這一波的上漲軌道 每一次上漲軌道的一個地方 還是會有壓力 同樣漲上來之後也會有壓力 下來當然會有支撐 所以當行情漲的過程當中 各位要意識到 今天如果大漲 通常明天指數就會進入震盪整理 通常就是這個樣子 甚至拉回 但是不管上漲或者是下跌 只要微博給各位寫的這個大盤 方向是向上 代表就是多方 這部分就沒有問題 另外一個各位可以觀察 到台幣的一個狀況 這是今天台幣的走勢 台幣走勢今天還是一個升值的走勢 之前我們就跟各位講過 台幣如果往上漲叫貶值 往下叫升值 如果升值 台股會有助漲 如果貶值 台股會鑄跌 所以很明顯的 台幣到今天7月1號持續的升值 各位只要注意到 如果台幣又回貶了 對於台股來講的話 就會有壓抑的狀況 所以指數部分觀察 大概就是這樣子 但對於股票部分的操作 其實我們原本就做多了 這一波我是從5月31號 開始做翻多的 對不對 這是我們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們也在觀察 叫做G20的變數 我們上個禮拜五 就有跟各位講很多 所以我們新動作是在 這個禮拜會新動作 但是我們原本 原本手上就有兩檔持股 原本手上就有兩檔持股 這兩檔持股我們就續報 然後也沒有賣出訊號 所以我們的操作 各位 你可能覺得說 我們是不是到今天才操作 沒有 我們早在5月底的時候 就開始買股票了 我們做的哪些股票 比如說像這一檔是叫做操縱 6230操縱 6月3號佈局的 對不對 操縱 你如果到今天再買操縱 你就要買175塊了 假設你今天才開始追操縱 你要追175 但是我們是在6月3號就佈局 6月3號159 所以其實 你有沒有看我 當時候我們的操作 那時候其實美中貿易 還是存在這些問題 G20也有 但是我們對於持股來講 我們就是這樣子選擇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 我買股票一定有幾個理由 第一個是基本面選股 第二個技術面買進跟賣出 然後我絕對不追高 我就跟各位講了 如果他要追高我就不買了 為什麼 因為追高風險就大 然後買進的話 我們設停損 賺錢設停利 會員持股保證三檔 怎麼樣保證三檔 你看我買進的訊息 當我買進的時候 各位 買進三分之一資金 所以你每一檔都買進三分之一資金 你就只能買三檔 懂我意思嗎 各位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在買過程當中講 但是我就說了 我目前來講我只有兩檔股票而已 這個是我們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就跟各位講了 這是6月28號 也就是G20 當時候還沒有舉行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手上就是持股兩檔 所以兩檔就是多少 就是三分之二資金 我等一下再給各位看另外一檔 我們兩種會員 各兩檔股票而已 我股票真的買不多 因為我強調了 如果股票買得多會員賺不到錢 一定要三檔會員才賺得到錢 各位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買進當然會有理由 理由是在哪裡 包括像基本面 對不對 包括像基本面 這我之前都講過了 包括像技術面 當時候我們就是認為說 他是剛好做突破 做起漲 所以我們才去做買進的動作 買進只要他出現賣訊 我就通知賣出 但是買進之後一路都沒有賣訊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樣做法才真的會賺錢 我們再來看 不只是這一檔 包括像這個也是 這是在5月29號就買進的 一樣3035資源43.6 今天資源50塊50塊半 我們一樣是在5月29號買進的 5月29號這一天 這一天 這個地方 一樣5月29號 這個都報到現在 都報到現在 為什麼 因為中間都沒有賣訊 各位你看 是不是也是買進1 3分之1資金 一樣都是買進1 3分之1資金 為什麼 因為買進1 3分之1資金 你才能夠真正的賺大錢 不是買進1張 不是買進2張 是你有多少資金 就買進了1 3分之1 各位懂我意思嗎 這樣子此股才可以控制在 三檔以內 所以現階段要操作 你要選擇什麼股票 你要選擇像這樣的股票 懂我意思嗎 你要選擇像這樣的股票 他剛好有機會做起漲的 不要去買那一種最高的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操作 當然微博 歡迎各位加入我們的一個團隊 我們有一個LINE的一個帳號 各位可以加入我們的LINE 我們都會有一個盤後結盤 分享給各位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麼操作 你相信我的做法 可以幫各位創造活力 微博張開雙手 歡迎各位加入我們的一個團隊 只要自己打電話進來詢問就好了 我們今天的一個盤中結盤 我們就先進行到這邊 感謝各位的一個收看 遇到各位操作順利 拜拜 本公司與所推薦飛機出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財富財經台 為投資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 超強民視陣容 直播現場急問急答 坦中及時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點開始 正確鎖定運通財經台 台股直播室 運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這個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這個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這個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